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,有这样一所由中匈两国政府共建的匈中双语学校。 2004年9月,学校成立之初,只有87名学生。 近年来,该校生源结构由以招收当地华人学生为主,发展成面向所有族群招生。 越来越多的匈牙利孩子来到这里学习中文,多丽娜丹丽娜两姐妹从小就在这里学习汉语。 我是姐姐,我是多丽娜。我是妹妹,是丹丽娜。 我是从一年级的时候,从六岁起就开始在匈中双语学校学习中文。 我学了十二年了。 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中文,已经学了十年汉语了。 我们跟中国孩子们一起上母语班,我们还记得就是在这种语文书里面,我跟他们学这本书。 然后书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。 本木兰的故事挺有意思的。 入学后,姐妹二人展露语言天赋,因此进入中文母语班,与当地华裔学生同堂学习。 我们所有的学生在这个学校每天都有一节汉语课,然后是一个小时。 我们回家以后还有补课呢? 对,还有我们俩会补课。 我们已经习惯了,然后我们也知道了要特别地注重音调。 因为要是说错了的话,那就别的意思,那个词又别的意思了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中文确实是像唱歌一样好听。 随着中文学习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断深入。 2021年,多利娜参加了第14届汉语乔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并获二等奖。 次年,丹利娜荣获第二届小学生汉语乔中文秀欧洲冠军。 在多利娜看来,中文是宝藏。 她们可以通过学习中文来打开更多文化交流的新门。 就是我参加汉语乔比赛的时候,要表演一个才艺表演,然后我选的是茶文化。 然后那个时候,我的中国老师就教我怎么泡茶,然后也学了一些关于茶的历史,什么温度啊。 然后我也学会了这个手的动作,然后就当时觉得很有趣,然后我就爱上了茶。 我在家里也经常喝茶。 我是代替咖啡喝茶的。 最喜欢喝的是绿茶。 我喜欢它的鲜苦厚甜的那个味道。 我是2022年参加汉语乔比赛。 汉语乔比赛上,我要弹武装,也要功夫,要提剑子。 我最喜欢的中国文化还是功夫,因为我特别喜欢运动。 也觉得中国文化的动作很帅。 我们去年去了中国,然后能亲身体验到了,我们去了一个功夫学校,然后那里看到那些小孩的表演,然后就特别帅。 我们去看到,看了少林寺,然后去看了龙门石窟。 我在这个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中文是多么个宝藏。 然后我会用这个技术打开很多新门。 好像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叫中国朋友了。 就是我发现我能自信地用这个语言以后,就是交朋友更容易了。 然后也意识到了他们,其实他们也不是很不同的人。 我们的国家也是成为了中国的好朋友。 然后就觉得这个中国和匈牙利的关系很有未来的。 展望未来,多丽娜憧憬着即将在北京开启的大学生活。 丹丽娜也希望日后追随姐姐脚步来华学习,成为匈牙利和中国之间文化和经济的联络人。 随着中兄两国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入,像多丽娜两姐妹这样热爱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多。 现如今,中文更是成为匈牙利高考外语科目之一。 在匈中双语学校担任中文教师十余年的老师王岳坦言, 自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,通过学校的发展也感受到了匈牙利的中文热。 我那些学生,我教了这么多年,从刚一进来就是一点中文都不会, 那到现在它能用中文去表达,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 整个社会吧,特别从我们学校我看到的,就越来越多人对中文感兴趣。 因为像我们学校现在530多个学生呢,他不光是这530多个学生, 还有他后面这个530多个家庭,他可能都对中文感兴趣,对中国友好。 我觉得感觉有这么一个发展的就越来越好吧。 2017年,凶中双语学校与首都师范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合作建立凶中双语学校孔子课堂。 从成立之初的87名学生,到如今学校12个年级在校530余名学生。 在王岳看来,中凶友谊的新故事正在不断发生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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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